今天严城市的两级法院对十起涉毒案件进行了集中宣判 13人获刑 其中严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的一起案件当中 被告人利用网络制犯毒被判死缓 谢超和谢峰两兄弟都是严城人 从2013年5月份开始 两人从网上购买了一套制毒原料和设备 制造毒品 假卡系统 去年8月份警方将正在制毒的谢超和谢峰当场抓获 买主秦某也很快落网 经调查 谢超和谢峰共生产了1000克假卡系统 获利7万多元 最终 谢超因贩卖制造毒品罪被判处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秦某因非法持有毒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6个月 谢峰被另案处理 刑法第347条规定 制造贩卖走私运输 这个冰毒或者海洛因 这个在50克以上的 就是说要判处有期徒刑15年 无期徒刑甚至死刑 法官介绍 假卡系统是一种新型毒品 俗称预言在江苏较为少见 假卡系统是一种高效的精神类的药物 它是说一种置换型本饼案类 叫置换剂 然后精神依赖性很强 在我们国家 假卡系统也是属于第一类精神管制药物 它从国家食品药品管理局公布的 非法药物折算表来看 它这个就是说 一克加卡系统就相当于一克海洛因 或者是冰毒的危害 2012年以来 严城市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近600件 涉案人员700多人 江苏城市频道 问你